各位網友,今天是4月17號 現在是晚上的10點多 講其他事之前先去片 大家看完再跟大家仔細解釋一下 今天是4月16號星期五 出來踩單車 來到這地方叫Wilmslow的Lindal Common 是一塊小小的社區 基本上應該是等於左敦道的觀衝 這個社區就很小的 三幾條街 但它就是一個小小的社區 看到前面最右手邊的就是一間 配藥的藥房 就有一間叫POPPY 我不知道是什麼 是CLEANING的 就是洗清潔的 還有淫棚的那間是賣肉的 這間便利店 什麼都可以賣一下 比便利店大一點的一間超市 看回去吧 黑色的這間是剪頭髮的 有一間洗衣店 還有一間製電器的 這個小小社區 就在Wilmslow town裡面 我想 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也不清楚 只是三幾條街合起來 那邊就是有一間 做這個廁所浴室的 前面有一間就好像社區補習社 那樣 白色那間就應該是一間 酒吧來的 那邊有一間外賣店 另外有一間做三文治的 有一間就是非法的 那來到這邊了 那就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的 那有一間外賣店 有一間做電器的 就有一間非法店 有一間賣魚的 那兩間非法店 都有很多電法店 非法店 前面有一間做地產的 有一間就賣汽車零件的 那那邊就有兩間外賣店 一間印度 一間就是中國的 那這裏有一間茶巴 就賣蛋糕 前面就有一間買文具 那就是一個小小的社區 那這間賣魚的 叫做Big Little Fish 就那些魚就非常之美 好新鮮的 價錢就貴少少 但是就很美 那些東西 那那 講著這麼多 那就 回到家就再錄 那 各位網友 我剛才看完這部影片 那 其實呢 那個小小的社區 就是位於 Wilmslow 那個鎮 那個鎮裏面的一個小小社區 那我就 就想過一個 形容 就是有一個方法形容它 那如果大家認識 佐敦區的呢 佐敦區裏面呢 還有一個小小小小小的 很小的社區 叫做觀聰 那基本上呢 剛才那個 在Wilmslow 那個小小的社區呢 就是叫做 Maw Link和Chapol Link 的一個叫做 Lindle Common 那 形成了一個小小的社區 那大約是十幾 二十間 店舖 那樣 最主要就是 有 非法店 有外賣店 有一間 比便利店大一點的 一些 印度人開的 小小的 超級市場 那 有些 做 電器 洗衣服 整理維修保養 這些電器 那另外呢 還有一間 就是 賣魚 做 收理電腦 一間餅店 加起來是十幾二十間 那這個社區呢 就在Wilmslow 南邊 那為什麼它又形成了呢 基本上呢 就是 那時候呢 一百幾十年前呢 交通網 沒有那麼便利 那如果由那個Lindle Common 去到Wilmslow 買東西的呢 行路呢 我想這裡行十五分鐘 至二十分鐘 所以呢 久而久之呢 就在那裡 就聚了一個小小的商業社區 在那裡 就供應 住在Wilmslow南邊那幫人 就讓他們方便一點 不用一定要去Wilmslow湯買東西 那那個湯呢 不是那個湯 那個小小的一個社區仔呢 就是叫做Lindle Common 其實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 一個拍給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有個認識而已 分享一下而已 很多地方呢 英國呢 Wilmslow 其他所有的鎮 都會有一種這樣的情況 因為以前說 百幾二百年前呢 交通網路不太方便 每個人都未必去到 鎮中心買東西 可能呢 就成了一個 自成一角 一個小小的 十人二十個 小店 供應那個地區的人 買回日常用品 這樣而已 沒有什麼東西給大家看一下而已 那麼 今天呢 就是4月17號 那麼 很快就 4月又過了一半了 那麼 英國呢 就在4月12號呢 就是放寬第二期 那麼 所有的Lon Essential Shops 就是 非必要 非必要用品的店 都開了 那麼 什麼叫非必要用品的店 比如說 買衣買鞋 呀 剪頭髮呀 買文具呀 或者買電器呀 化妝品呀 之而此的 之而此的店 都開了 唯一有一些未開的 就是 聚人的行業 什麼叫聚人呢 即聚集人群的行業 比如說 餐廳呀 呀 酒吧呀 呀 呀 賭場呀 娛樂場所 戲院呀 打保齡球呀 之而此的那些 都還沒開 就要5月17號才能開 那麼現在這個緩衝期呢 就在4月12號去到5月17號 這個緩衝期呢 就有五個禮拜 政府就會看 那個數字有沒有飆升 如果沒有飆升呢 5月17號 就差不多 95%的店舖都會開 飲食呀 娛樂都會開 唯有 各個市民都很期望 那一天 也都很希望 不要說 那個 確診數字有飆升 每個人都是這樣想 那就加 老鬼也是 老鬼的生意還沒開得回 因為我是供應 酒樓 食肆 酒水 那樣 還沒開得回 那都叫做吊著頸 OK 那所以呢 5月17號呢 就是一個 在我們普通市民 你們說的 一個很大的日子 那 那 那 4月12號 那些店舖 即那些 那些店舖 那些店舖 到今天為止 就已經有五天了 那我們一路 都看著那個數字 確診的數字還沒有飆升 那 那 暫時呢 每一日呢 全英國 蘇格蘭 威爾士 和 這個 英格蘭 本土 所有 都算起來 都是只有 二千多宗 確診 一路都是保持 二千多宗 那今天就是 二千多宗 那是一個比較上 令人 有少少期望的 就是 有一種 達標的 達標的感覺 那 希望 未來這四個禮拜 一撞四個禮拜 今天十七號 還有一個月 四個多禮拜 希望這個數字 一路一路降低 如果一路一路降低 政府 就應該會開回所有的店舖 那 那大家都是這樣想 那 希望這件事呢 就能夠 發生 不要再又標升 又降低 真的很多行業都死了 那 今天十七號 也是一個大日子 就是 英國 英國 英女王的王夫 菲聶 菲聶親王 大喪 今天 壯麗 英國王室 成員 只有三十人參加 為什麼呢 因為限聚令的關係 他們那方面 只有三十人 可以參加 都很 不是很鋪張 很平靜 舉行喪禮 那就算了 電視機 應該有轉播 但我也沒有看 那 現在老鬼呢 就做回 四天 四天送餐 兩天呢 就在 一個朋友上送 兩天呢 就另外一個朋友上送 三、四、五、六 做四天 基本上 就是 第一 就幫忙一下 第二 真的太悶了 那個人 都好像 困在那裡 死固固 這樣 做下去 以後 真的 長期 人死都會瘋 一直做 做四天 生意都很平穩 都很平穩 都很平穩 沒什麼特別 那 那些人都是這樣 出去買 外賣 那些日子 不是太過 有什麼 大的突破 唯有 現在 等 五月十七號 這一日 最重要的這一日 希望 大家 能夠 可以回復正常生活 就是這樣 那今天 先說到這裡 那明天呢 老鬼 就和家人 去 去Stockport 買下東西 那就順便拍一拍一個video 給大家看一下 去Stockport 一個 一個outlet 一個retail part 那 那 明天會再和大家 和大家聊聊天 OK 今晚就這樣 晚安 拜拜